人与人之间常常因为个人主观坚持而形成了沟通跟相处上的障碍 甚至会影响到工作和家庭 但是有些人在沟通之后都会认为对方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他会改而且一定要改才能够跟我配合 那么这种沟通的观念对吗 怎么样才能达成有效的沟通呢 让我们恭请摄影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作为一个菩萨 或者是作为一个正在修习菩萨道的人 或者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不能够离开群众 因为修菩萨的人 第一句话叫做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度无边的众生 那就不能够离开人群了 而自求自了 或者是自求安乐 或者是度善起身 那就不是舒服的人 那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 既然是要度众生 我们必须要第一 要奉献自己给众生 第二呢 要接纳众生呢 对 种种的问题 来帮助他解决问题 然后 才能够啊 把佛法 告诉他 他们才能接受 所以是佛法里边呢 有一个叫做同四色 四色法 四色法的意思呢 就是用四种方法来引导众生呢 进入伏法之门 进入修学伏法的大道 叫做有四种 四种里边呢 有一种叫做同四色 那么第一种啊 就是不四色 第二种啊 叫做利行色 就是利 就是不四 利行 同四 这三种啊 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 我们要度众生呢 不是强制 众生接受我 我们一定要 让众生能够接受我们 这首先要接受众生 所以接受众生 度众生 往往有的人呢 站在姿态高高的 说啊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伏法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这伏法太好了 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信 你一定要接受 你一定要照着去做 这个是权威 这不是啊 来感化 伏法讲啊 是要感化人 要感动人 而不是呢 去啊 教训人 菩萨 都放的姿态啊 身段啊 都是低身段 低姿态 融入于众生群中 跟众生群里边的 每一个众生 都是平等地位 甚至于还要 让众生感觉到尊重 而受尊重 而止疾 比它 要 低一点 那叫做 理先下事啊 那才能够使得 众生呢 能够 对你啊 产生好感 否则的话 众生不能接受你 因此 所谓 沟通 我协调 可以用这样子的 一个原则啊 来 达成沟通协调的目的 在普通的 一般的人呢 所以沟通协调 往往啊 是让人家接受 让人家来接受自己 我有一个学生呢 也可以说 是我这个弟子呢 他去做沟通协调的 之后 就把自己啊 就告诉人 现在我为你是想 我告诉你 现在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 你麻烦了 而你非得这样子做不可 我现在是啊 来跟你沟通的 你一定要接受 你不接受呢 不行的 然后再问一问 你接受有没有困难 那对方 想要讲困难的时候 啊 这不是困难 你接受了以后 这个困难就自然解决 然后再问他 你有没有什么困难 人家又要讲又要困难 好 你不要再讲 你保证你 你接受了 照我这个去做 一切就完成了 人家说 我打个不能接受耶 啊 这么不能接受 我讲了这些话 你听懂没有 那对方说 我听都听懂了 那你听懂了 你就要接受了 但是呢 对方说 我说听是听懂了 我当时我 好像我没办法接受耶 像这样的沟通 这是单线式的 这个是填牙式的 这不是沟通啊 真正的沟通 一定是先要问他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需求 有什么需要 来我帮助你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呢 到任何商店呢 日本的店员 一定会一句话 你要什么 你告诉我 你要什么 我看看 我能够帮助你什么 这这样子讲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呢 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想好 你的策略 或者是你的构想 你的计划 你把它丢给他 套给他 送给他 那不行的 还有中国人呢 请人家吃菜 一上桌子的时候 把什么辣的 酸的 甜的 这个硬的 软的 酸的 熟的 就是全部不断地 把它夹给他 夹给客人 夹给客人 这个客人吃的 这个吃也不行 不吃也不行 能不能吃不知道 但是呢 在西方 有一次呢 我家菜给我的 一个西方的 学生吃 他就骂我了 他说师父 你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吗 师父你知道我需要 还要吃吗 他就质问我 那我就觉得好吧 从此以后 我先要问一问 你还要吃什么 你这些能吃吗 我这样子问了 所以沟通 系调的原则 一定就是说 为他设想 而让他说 要他的要求 我们呢 帮助他 然后呢 告诉他 我能够帮助他什么 这个就是 沟通学调做成功了 否则的话 单向的 一定是做不好的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